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章节还是会继续围绕着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的相关的应用来做这样的一个讲解 好,那么在上节课的课程中,我们具体讲解到了臂包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臂包并不是函数式编程的全部 我还是强调,函数式编程它是一种思维,而臂包只是其中的一种体现 好,那么我们本章节将来继续学习函数式编程的一些语法 然后本章节里面的这样一些和函数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语法和技巧 都是我推荐的,也是Python里面比较好的一种编码方式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编程最基础的指示点 叫做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好,那么什么是匿名函数呢 我们从它的名字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不需要去定义它的函数名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有名字的函数 比如说这个函数F,F就是它的函数名 好,内部我们先不实现,Path站位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函数的基本的一个定义方式 F就是它的函数名 然后我们看一下匿名函数,它的名字怎么隐藏起来呢 好,那么在Path里面要定义一个匿名函数 它必须要借助一个关键字,Number 好,智能感知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这样的智能感知 而且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SlimPath是不是 在这里,好,看见没 这里直接把这样一个匿名函数的Number给大家的打印出来了 好,是的,你没看错,上面我们用DF关键字来定义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Number也可以来实现一个函数的定义 好,那么学习匿名函数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对比着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带名字的函数 来一起学习 好,我们现在把函数名字改一下 我们叫做add最简单的一个X加上一个Y 好,然后内部我们Return这样一个X加Y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名字的 用DF关键字定义的函数 我们用Number怎么来表示 好,那么如果大家对DF关键字定义的这样一个函数 非常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 Number的这两个应该怎么填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Number的Param list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有名字函数里面的XY 这个参数列表 而它后面的Xpressing 其实就对应的是我们函数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add函数里面的X加Y这一部分 好,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 并不是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块或者是语句块 都可以放到Number的后面的Xpressing部分 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们先提一下Number的后面的Xpressing 它只能是一些简单的表达式 它不能够完整的实现函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块 好,我们继续来构建我们的匿名函数 好,那么add函数里面 param list我们是X和Y对不对 好,我们在这里填入它的param list 好,expressing是怎么呢 X加Y 好,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把add函数用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的方式实现了 好,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匿名函数 它和add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add这个名字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匿名函数 好,第二,参数列表这里就不用说了 一样的,它也需要有一个参数列表 然后返回的地方是不需要用return语句来返回的 没有这个return 直接冒号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将作为我们匿名函数的返回结果 不需要return关键字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如何来调用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对于有名字的函数 调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add1,2 然后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了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匿名函数它没有名字 我们怎么调用 那么这个匿名函数虽然它没有名字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复制给一个变量对不对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上节课里 在上个章节里面是不是经常这样干 把一个函数复制给一个变量 好,所以说复制给一个变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 好,调用的方式同样是这样的一个 f1,2 好,我们可以把两次调用的结果我们给打印一下 看看它得到的值是不是相同了 好,我们会发现两次调用的结果完全相同 都是这样的一个值3 好,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的匿名函数相对于我们普通的函数 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匿名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是非常的简洁的 远远的比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带名字的函数要好很多 好,目前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调用匿名函数的方式 并没有把匿名函数的优势给体现出来 在后面我们将看到匿名函数它真正的调用方式是什么 好,那么其实像匿名函数最合适的一个调用场景 我们之前在讲课程的时候也出现过 那么请大家能不能回想一下 我们是在讲哪个知识点的时候 当时的那段示例代码可以用匿名函数更简洁的来改写一下 好,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在讲正则表达式章节的部分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匿名函数 大家可以再去翻一下之前的课程 好,目前来说我们先不要关注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的一个很别扭的一个调用方式 先把一个匿名函数复制给的一个变量 然后再用变量去调用 这样的方式一点都没有体现出匿名函数的优势 因为你这个地方把它给传承 把它给复制给一个变量之后 这个不就等同于你定义了一个名字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无意义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重点的本章节是要来认识一下 这个匿名函数它的一个定义方式 好,在python里面 我们是把这样一个numbered称作叫做匿名函数 但是在其他的某些语言里面 比如说叫csharp 它直接按法用这样一个numbered的这样一个定义的函数 它就叫做numbered的式 关键点不是在numbered上面 关键点是在表达式上面 而且我们之前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numbered它的snip pad里面 它明确的告诉你后面的只能是一个表达式 不能是一个代码块 代码块是可以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add函数下面 去写什么if else for循环 对不对 还可以写well循环 甚至各种各样还可以定义函数 但是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是不太可能 在numbered表达式的后面的这一部分 expressing这一部分 把它给写在这里的 所以说再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在pass里面 叫匿名函数是不太合适的 它没有把表达式的这样一个 expressing的特性给体现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像csharp里面的 这样一个numbered表达式的称谓 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代码来说话 我们先把上面都给注释掉 我们先不要谈在匿名函数 Person的匿名函数里面 写这样的一个复杂的for循环等等 或者是定义函数这些复杂的语句 我们仅仅是在这里面做一个 我们在函数里面非常见的 这样一个复制操作 大家觉得现在还是会报错吗 会报错 看一下 它会直接给你报这样一个语法错误 看见没有 不能够在numbered里面做这样一个复制操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强调了 冒号后面的这一部分 它只能是表达式 你a等于xy 这个是表达式吗 这个不是表达式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代码语句 这是不可以的 好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把Person里的匿名函数 称为numbered表达式 把表达式的概念给突出出来 会更合适一些 实际上来说的话 匿名函数和numbered表达式 在C下部里面 它们是两个东西 在C下部里面的匿名函数是匿名函数 numbered表达式 numbered表达式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至于说你想 把Person里面的numbered表达式 是称作匿名函数 还是就叫做numbered表达式 这个我觉得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你要明白 冒号后面不能够 是这样的一个代码块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节课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理解 numbered表达式是如何定义的 以及它所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事项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上节课再见